有在努力就是这样子 一直函选到底 明明是国民党籍的王金平 九月上旬就有消息 他积极联系清明党 还在努力的 就是要取得总统提名入场券 一直到九月底 努力好像有点成绩 清明党终于证实 双方有联系 王金平院长也好 包括柯文哲市长也好 其实他们都有透过人 想要来跟宋楚瑜主席 聊一聊 努力看看嘛 王金平是真想选 还是虚晃一招 争取和兰淫谈谈空间 清明党大概也还在观望 然而过了联署期限 却对2020还没死心的 不止王金平而已 清明党加码爆料 柯文哲也很积极 邀约宋楚瑜见面 大概也是为了 想选总统这件事情 你跟宋楚瑜有约的是 不要见面吗 应该有在约吧 不然他好像这阵子出国 你有想要拿局 你的这张什么票 再说吧 七月八月 连中秋节的月饼都吃了 对不对 男人就是不可以 出一支嘴 有什么应该就是讲出来 不要让人家觉得说 拍虚拖变 怎么会把这个门票 当作这样子的随便呢 吃豆腐 如果合作的对象 都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那你的选民 你的支持者 一样会有焦虑 清明党将在十月中 巡开决策会议 到时拍板是送主席 再站一回 还是推出其他人选 当母鸡 然而柯王还没正式 和清明党搭上线 巨银内部矛盾 兼扶上台面 小的新闻 不不不风占新 特别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